请科长 我们自称 恭敬心 国义三宝 南无菩达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菩达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菩达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玉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且如来真实意 请科长 这位法师 慈悲 这位静静菩萨 慈悲 天气开始热了 我们在这边在冷气房里面 延经其实也是很大的福报 但是一切都无常 一切都是无常 那对我们来讲 最相关的无常 是我们那个不定的心 这个是直接跟你相关 你的心如果变了 就一切通通变 所以只要保持恒常的怨心 然后发什么怨 或者有什么 在密法叫三妹耶 就是说你曾经在佛前发过什么怨 那一定要想尽办法 护持你的怨 因为常常那个 什么都没有考虑的发出来怨 那是一个纯净的怨 如果考虑很多以后发的怨 那个怨大概就很 就不能称为怨 那个只能称为业力 因为你就被这些因缘绑架了 所以做事情做 考虑东考虑西的 深思熟虑的 这种人大概成不了什么 成就不了什么 但是多少都要带一点点傻镜 更冲镜 我们拿我们最尊敬的 比如说国父来讲 以他的头脑 以他的那个出身 他如果考虑那么多 他可能去革命吗 不可能的是 那再拿进眼 以我们老师父 他如果考虑那么多 他会去修苦恨 然后一辈子这样坚持吗 也不可能 所以修行最怕就是太聪明 太聪明就考虑很多 考虑很多呢 而且用的都是分别意识 那其实那个 大部分是在找自己麻烦 你想多了 你的行动相对的就没有机会 傻傻的做 觉得也对了 然后有意义就去做 傻傻的做 你随时都在行进中 如果你只是在那边 不断的想要跟不要 想半天的要 还是动也没动 不要更不会动 要也不动 因为要动的时候 又开始考虑 这样好吗 好不好 就考虑半天 所以还是 但是 其实 那个方向 或者要跟不要 它很简约 没有很复杂 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我们随便 当然 它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 我们修行禅 就在那边走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走路 我们很会走 狗比我们更会走 但是 不管我们还是狗 走路里面没有绝照 当你去绝照你的走路的时候 你才发觉走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里面所有的现象很复杂 而我们把这种很复杂 都那么简单的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简单不用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很多 不可思议的行为 但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什么 反过来很多本来很简单的行为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 认为它很难 所以 这个要再多一点点去 再往里面 往自己身心五蕴 十八戒 这边多去探讨 你慢慢才会真正发觉 什么是简单的 什么是困难 而我们现在以为难的 以为简单的 其实就是你已经形成了那个习惯 所以你觉得它简单 做这些也没什么 比如每一天醒过来 你说那简单吗 你如果开始有在修绝照 你要说修醒过来的绝照 必须先修睡着的绝照 那请问在座的各位 谁修过 除非你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你也只晓得你睡不着觉 不着觉而已 你只晓得你睡不着觉 你不晓得为什么睡不着觉 所以在这里面呢 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绝照力 对自我的把握 对自我的觉醒 其实都训练不够 那修行其实就在这边训练 就训练这些平常我们都不训练的 所以你平常训练得很好的 在修行的路上不一定能够行得通 被别人唾弃的 认为你一无是处的 搞不好你在修行上 刚好是最好的根器 所以当然就要 如果对自己已经发觉没有什么好玩的 那正好好好的来修行 如果你人生还有很多愿望 还有很多 那大概很难修 所以 好好地把自己再简化 那这样的话 你要认真也认真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譬如说你要做学问 就最好做跟生命相关的学问 跟众生相关的学问 不要做那些没有多大意义 比如探讨怎么吃 怎么 现在最流行的那些东西 其实对我们生命都没有多大意义 说实在的 要维持我们身体的能够正常的操作 那是所需要的食物 少之又少 很简单 你看那些真正 真正修行的吃东西都很简单 真正修得好的人 吃东西一定很简单 我们说 比如说近代的两位大师 薛英老的上 或者是红衣大师 他吃饭极度简单 可以说千篇余力 吃一样东西 连考虑也不用考虑 吃东西就跟穿衣服一样 出家人穿衣服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就不要在这边分心 那穿衣服如是 吃饭也如是 睡觉也如是 为什么就是要三成六 就是那个小床 就不要你分心 不要你转来转去 不要求舒服 不要那个床铺要很大 床铺一大一柔软 你晚上睡觉就会转来转去 你根本连睡觉都不安分 那你若很小 你一个姿势就很安稳 你只要换个姿势都会很小心 都会保持绝躁 这是我的经验 经验之谈 不是拆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我们越来越简单的时候 你就发觉 身心越来越单纯 越安稳 越把握得住 那如果很多妄想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 多大的妄想 也不晓得要想什么 连梦都不会做 那当然不是没有梦 都不会想做什么梦 那梦完了也就算了 什么也没有意义 真的都没意义的 何况是假的 用此心激励的想都没有意义的 何况是天外飞来的梦境 那根本也不用去探讨 那是什么意义 所以 越来越单纯 也就是越来越活在当下 醒了我知道我现在醒了 睡着我知道我现在睡着了 醒不谈梦中事 梦中不梦醒中事 我们常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那就是白天的时候 那个行为什么都没有达到 所以继续在梦里面再延续 但是你如果随时都保持绝照 其实这些东西慢慢就少 那人家说圣者无梦 真正一个随时把握住绝照的 不应该有梦 有梦都是妄想 有梦都是无明都是不觉 所以千万不要把梦 在里面付给它太多的意义 通通是妄想 独头再加上妄想 那个就更离谱 那当然我们经验里面常会说 我做一些梦好像是它实现的 好像有点预知的能力 或者这些梦好像有很大的意义 其实梦的意义是你付给它的 不是梦本身有什么意义 那你检验梦好像后来 梦里面后来发生了 那也是你对号入座 穿着附会 所以还是 我讲这些 还是要简单就回到当下 简单就回到绝照 我们先是一直用意识 让本来的绝照复杂 让本来的绝照的功能打折扣 这个是我们的惯性 也就是我们的无名手造成的妄想颠倒习气 使然 如果连这一层都看不到 那其实就离修行为离得很远 你越想修离得越远 越在心里面启动很多想法 那就离得离四十离四项越远 所以慢慢的要养成子 就子妄想 妄就是觉察当下 妄想起来知道妄想起来 马上放下 觉察当下 除了当下的见温秀长觉知 没有什么 在当下有意义的 就限量对现前的你 至少还有一点点对应力 千万不要想过去想未来 那个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好 那我们今天进一步要来探讨 因为我们晓得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一切都是无常 那么今天要探讨的是 那如来是常还是无常 若如来也是无常 那修它干嘛 修它干什么 那若如来是常 那何必修 为什么要修 所以今天是要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你说大不大 相当大 如果你搞不清楚 那你到底在修什么 你不晓得修了这个以后 能够干什么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很素仆的 修了这个 我不会有业障 修了这个 我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了这个 都是通通妄想 完全没有根据 你会因为修 然后就没有业障吗 业障是怎么来的 是你修出来的吗 怎么修会没有业障 业障不是因为你修 不修 而有跟没有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业障是 那因缘成熟 陷在你面前 透过你的健废障 绝尸碰触到耳 那就有 那如果没有 你拆半天 你求也求不来 你敢也敢不走 那重要是 他现前的时候 你用什么 来解释他 来面对他 来解决他 所以还是需要修 那修里面最主要 就是要建立正确的知见 用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想法 来对付 这些现前的业力 业报现前的时候 我怎么用对的方式 来看待他 那如果对的 化解的 那就要转业成道 如果你用不对的 那就业上加业 本来已经颠倒了 那你又用不对的 还要对待 那就颠倒 再加上颠倒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 生生世世 大部分是往下多的 往上提升的不多 如果我们真的好好想一想 我们这一生 如果做一件三事 加一分 做一件二事 减一分 那你真的可以好好 来看看你这一世里面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你慈悲稀舍 现前加一分 贪生吃卖鱼 现前扣一分 好 你来算算 你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那如果强烈的扣三分 强烈的加三分 就有大三你把它加三分 大二把它减三分 你看你到底有几分 要能够等于零的都不多 因为不是三不是二就无忌 没有分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就这样白的 而且错误的流过了 那我们修行最主要就是说 慢慢的能够让自己做得了主 包括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你在家就身不由己 做不了主 你出家以后已经选择了 直接要探讨生命 要提升生命的路 这里面你可以做得了主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很多出了家了 其实还是 都是被很多杂事弄得团团转 甚至用比于在家更强的情绪 在面对 在处理 那以前在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现在出家以后 因为修出一点点定力 一点点那个泡 所以一发起威来的时候 贪生时还特别强烈 所以真的第一门前 生人多 真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已经出家 已经真想修行 那一定要把握好 千万不要犯错 尽可能的把自己做对 那如果还没有出家 但是已经在道场 一样就已经接近 真正要专修的一种氛围了 所以更不要用贪生吃满意 来看待很多事情 很多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主人 不要帮别人做主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我们对 还是不对 不要去看别人对还是不对 也不要因为别人的对还是不对 让你变成对还是不对 我们只问我们自己 对不对 所以人家强加到我们身上了 或者我们去看到别人身上的批判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跟你无关 如果连这个都还搞不清楚 我们怎么修啊 这事故不暇 真的 这个 十种圆满 八种无瑕 那个不容易得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都得到了 但问题我们得到的都把它用错了 用这些圆满的资粮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种瑕满 然后就这样让它流失掉了 这个是太可惜 好 我想我们还是进 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一段讲完 好 我们来 六十二页 是不是六十二跟六十三一块面 好 OK 二时大会菩萨父伯佛爷世尊 如来应供等正觉 为常为无常 佛告大会 如来应供等正觉 非常非无常 为二句有过 若常者有做主过 常者一切外道说 做者无所做 世故故 世故如来常非常 非做常 有过故 若如来无常者 有做无常过 应所向 相无性 因坏 则应断 而如来不断 大会一切所做 大会一切所做皆无常 大会一切所做皆无常 如平一等一切皆无常过 好 大会请教 佛世尊 如来应供正便知 那应供就是阿罗汉 那等正觉就是三秒 三不达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常 碰到的 那 这个其实都在描述 一个修行者的正德 已经正德本来面目 正德现见实相 而且把所有的习气业力 都已经降服 那阿罗汉 当然这边翻成应供 其实他直接的意义还是说 已经降服了贪生吃 那他智慧上已经达到正等 无上正等正觉 那如果说我们修行 修到这个地步 修到这样的果位 修到这样的境界 那请问佛 那是常还是无常 修到这边就是常了吗 修到这边还是一样无常 那佛就回答说 以上 如来应供正便知 这种境界 这种正量 他既不是常 也不是无常 也就是不能说他常 还是无常 因为说他常也不对 说他无常也不对 只要为二 只有这两个具有过 你说他常是一 说他无常是二 这两个 这两个说他什么都不完整 而且都有过失 都有违犯 也就是这样讲是不对的 说他是常不对 说他无常也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 如来应供正便知是常的话 一讲到常 那就是不为所作 他是作者 也就是说落到 外道所谓的造物主 绝对的存在 其他一切都相对的存在 都是无常 只有那个绝对的主作者 他才可以是常 他永恒存在 他创造出来的东西 通通不存在 所以一讲到常 只有上帝能够安上常 那佛很明显不是上帝 所以你说佛是常 不对 因为佛的常 不是那应该就那时候整个印度 他们常的定义 就是那个万能的 那个犯 就是犯 犯是一切的主 所以西方跟印度教其实 那个对唯一的独一的存在 单一的存在 那个不可知 那不可量 就安一个 它是绝对不可指存的 那一个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就把这相对的超越 那个东西把它当成是一个至上的 而且是创造一切的 那不是印度 不是西方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中国 也是从原始 就是这样理解 我们天宫 天宫 地宫 什么 其实都有一点点 那种味道 祝生娘娘 就注定你生不生 生出来 生到哪一个家 以前都会去 我们南昆生 下个礼拜要去那边 就后殿 左边 因为我在那边长大了 我也知道 那后殿的 进去的右边 那个也是祝生娘娘 一般要生小儿子都会去那边拜拜 所以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 还是认为 我们生不根不生 其实是有一个掌握者 有个决定者 这个掌握一切大权 它不被任何东西掌握 但它掌握一切 那这个当然属于外道的想法 在法界里面 没有谁创造谁 只有谁跟谁有缘就在一起 就是说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组合起来 它就显现某一个东西存在 那人跟人也是一样 有缘的就变成好朋友 常常聚在一起 那更有缘的可能就变成夫妻 变成姐妹 变成兄弟姐妹 那个缘的关系 但是 还是都没有自信 还是都不能把握 所以我们还是讲 这个道理 其实学佛是 珍惜每一个当下 珍惜一切的缘 希望把一切的缘 都变成善缘 会聚在一起 就是有缘 那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善缘 那我们人莫名其妙 都聚在一起了 但是专门搞二元 千里来相会 然后相会以后就开始互相骂 在一起 本来越久应该是 越能够互相了解对方 结果越久 越多的矛盾 所以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问题就出在我们无名的习气 不要说是别人的事 只要发生在你身上是你的事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如果能这样子 那你才能自行 才能晓得做对是应该做错 赶快忏悔 如果去检讨别人 那做对做错都是别人的事 跟你也无关 好像你是很伟大 你也可以判断别人的对跟不对 你自己都判断不了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修行的开始是不断的做内观 观着自己的五蕴 观着自己的六根六成六四 观着自己的见闻修长觉知事件 就是那二十五个法门 常常做这种 那不管你 当然说我们说一个法门就能够究竟到底 但事实上你现在能关什么就关什么 你关什么都一样 都是要培养那个关照力 都是要找到那个能见能知到底是谁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那个在问我到底是谁的才是我 那个认为我是谁的那也是我 在找我到底是谁那是真我 认为我就是这个东西那是假我 那是错误的我 所以一个是究竟的 一个是不断的要追寻到底 我到底是谁 他不抓什么 就不取不舍 那他一直很冷静的很透彻的要去找实相 那那个很明显就一下就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种看法 我就是这种做法 我就是这种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个通通是习气的我 颠倒的我 执着的我 分别的我 所以要怎么修 不断的用真我去看到假我 你看到假我真我才可能出现 如果把假我当真我看 那真我永远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向内不断的观 那很明显我们多有这种能耐 我还是得强调 比如说你现在我要看我的身心 有什么障碍吗 我看我的身心有什么障碍吗 他开始有障碍就是说你又起一个念头 你又只是放松的 然后觉知当下 从头到脚 你要看哪一块都可以 当然那种看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看 而是那份有觉知 有觉有知 清楚 那个见其实是清清楚楚 见不是像眼睛看到那个样子 但是慢慢地培养 越来越清楚 那个见就越来越具足 所以佛经里面描述 你对什么都很清楚 就是说好像哪一个芒果放在你手掌心 这样子在看 不是圆也不是近 就是这么清楚 你如果拿大的又看不了 就拿我们那个欧摩罗果 我们这边是有大有小 捧鸽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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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 有大小一个很甜很小 那以前台湾没有 现在其实台湾也会进口 有时候可能还是可以买到 所以很多以前此方无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的 现在因为整个贸易的关系 其实慢慢地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都可以找到 有一本书叫做佛教里面的植物 佛教里面的植物 就是水果啦花啦什么 有一本书专门在介绍这个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其实现在慢慢地也可以知道它是什么 就越来越准确 到底佛为什么会拿这个来描述 因为这个东西在他们那边是一个很平常的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佛在说法 他为什么不用泛语说 要用那时候的接近现在的巴黎语 就是那时候摩基陀 那个国家的语言 就用方言 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大家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不要文周周的 不要讲那些好像很文雅的话 没有必要 要把它讲清楚 我讲你听 就听得清楚 其实现在我们言经 其实也是这种道理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解释以后 我们好像很容易听懂 语言上真的是不太容易 意义上也不太容易 但我们尽量把它说清楚 就是 好 若我们说如来应共正辩之 它是常的 那就有做主过 做主就是说上帝 造物主 就会犯那个毛病 但事实上佛不是造物主 他不是作者 佛从来没有说 你只要相信我 你就得救 你只要照着我的话去做 一定能怎么样 他从来不说这种话 他都只是坚毅的 把道理讲清楚 让你理解的 你去做 你去体验 每一个我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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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一个我究竟是一样的 我们是从一个完全统一 不分别的分化出来的 好像个别独一的东西 这个要慢慢懂 所以为什么你修得越好的人 他心量越大 他平等心就出现 就是那个 那个同体 同理的心自然就会出现 因为你会观察到 你跟众生那份无恶无别的体性 当然你就不会排斥 可是我很明显的 我像人像坚固的 你说修什么 修半天只是自寻烦恼 而且找别人麻烦 这个我要再三呼要的就是 其实当那个我很坚固的时候 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自觉以外 但是我们要自在是包容所有 你到任何地方 不管怎么样的色 声 香 味 处 罚 都不起烦恼 都不起对立 这样你才会自在 如果一个色 声 香 味 处 罚 不管什么样 你看到这个就不舒服 那你会自在吗 你听到什么声音就心不安 你会自在吗 闻到什么声音怎么这么臭 鼻子刚刚捏起来 你会自在吗 那吃什么 我整个这种味道 会自在吗 那做起来 这怎么这么硬 这么难做 会自在吗 所以 所有东西 然后想到什么 想到不好 又让你不自在 然后偏偏又是 专想不好的 让你生气 让你不安的 就是不好的法 你这个意念已经在找你麻烦 但是你乐此不疲 这样子很难 很难让自己真正的安心的 所以修行其实就要看到这些的过失 而不是把这些过失弄得理所当然 本来就应该怎么样 本来就应该怎么样 谁说本来应该怎么样 本来什么都应该 有什么因缘就显现什么相貌 不是谁多厉害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所以很多 如果说我们越懂以后 真正的深入法 那真正的深入自己的身心 你就会发觉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只要造成自己身心不安的 就是不对 造成身心能够安住的 那就是对 但是这里面绝对不是贪着 不是着在境上 而是对一切的境 你都可以松松的 坦坦的 看着它 安住在每一个当下 这个才会是对的 好 那么这边他接着佛说 一般我们讲常者 是一切外道所说 也就是一讲到常 因为所有东西都不能安上这个常 我们凡夫以为的常是颠倒的 就把无常当成常 把苦当成乐 就常乐我尽 我们人在追求常乐我尽 其实是颠倒的 那个没有什么常乐我尽 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相对的我们会有一个愿望 能不能变成常 能不能变成乐 能不能变成我做得了主 所以那个其实又是一个妄想 对现境里面的一个认知产生的妄想 事实上只要是有违法 只要是缘起法 都是生灭法 都是无常法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例外 所以才会推出一个 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 那个常 但事实上有那个东西吗 所谓常的话是从永远不变的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什么可能会是常呢 不是缘起物 会是常 所以我们说涅槃是常 我们说法性是常 因为它不是缘起物 不是靠什么条件来促成 那什么是常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本觉是常 因为它不是修出来 它本来就有 不是靠缘起来生出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是因缘所生 那所以你进去以后 你才发觉 哇 原来本来就这么妙 本来就这么 一切条件都已经具足 只是 我们说一切条件都已经具足 就是因为虚妄颠倒的条件 其实你只要放下 那就是 一切都不照做的状况下 就是条件具足的 当你又有什么因 又有什么缘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不具足了 你又把它绑架 又把它破坏了 这个我们再打个比喻 就好像虚空 虚空它本来就是空的 不仅仅性空相也空 但在这里面我们一动 虚空里面就有各种动向 各种动向 所有的动里面又可以分成 色声香味触法各种动 比如说声音 那就是声波的动 色就是这些 地水佛风聚在一起 显现一种直爱的像 所以 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动了以后 扰动了以后 因缘聚散所呈现出来的因缘的像 所以它是假像 它是无常像 那无常像 假像不是没有 有那个因缘它就存在 问题它没有破坏虚空 虚空也不会因为它而改变些什么 那由这个虚空的 借着虚空的道理 当然虚空不是我们的佛性 这后面会讲到 虚空它是没有任何作用 也没有任何绝造力 但是我们的佛性 有虚空一样的空变 就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空性 但是它本身又有绝造 本身又能够寥寥分明 所以佛性不是虚空的那个常 更不是造物主的那个常 它不被什么创造 它也不创造任何东西 它只有如实的觉知当相 平等的跟一切 我们说心佛众生真的三无差别 那我们为什么有差别 因为我们形成的那个假我 让我们以为的那个我 跟原来的我产生差别相 你一落到分别 就产生好恶 产生执着 那当然就又落到了不平等里面去了 本来是平等的 本来是一样的 真的 我是觉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只要掌握到这个 其实你修养一定好 你只要掌握这个根本的道理 你修养一定好 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谁都不喜欢人家讲太重的话 或者无中生有的话 你若懂这个道理 你会去无中生有吗 就不会了 但偏偏我们懂这个道理 但从来就不依着这个道理行 还是依着我们的习气 依着我之我见 你为什么会去讲那没有道理的话 为了要强化你 为了要保护你 结果你越想保护你强化你 那你越糟糕 你越颠倒 你越离开真理 越离开那平等的和平下 就本来是吉祥的 一我一起来就马上不吉祥 因为那个我是根本的颠倒 所以保护我这一个念头 当然我这种想法好像一直推不开来 包括在我家也是一样 推不开来 比如说对小孩子那个不放心 我真的是从小 从来没有对我小孩子起一个不放心的想法 我从来没有 我都很放心 我都觉得他们可以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会晓得什么对什么不对 他自己会自己做对的事 你何必担心他干嘛 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但是呢 我们常常就说 去做了 而且找很多理由 好像非这样做不可 那做了你也心安 然后看到对方的好都往自己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让他能够这么好 我都完全不会这么想 小孩子好是他自己好 绝对不是因为喇叭好 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也是一样 真的到最后 其实我们只要把自己 只要把自己做本分做好就好 只要把本分做好 那本分呢就是 站在那个最如理的我上面来看待 因为现在我们都迷惘的把那个颠倒我当成我 所以就都被他带着走错误的路 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个智慧的时候去生出一个我能够觉察自己 但是我们累生累劫的福报 累生累劫的修为 让我们不离开佛法 让我们依着佛法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是真的有修的 那都已经有这个条件了 你还不好好修 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反过来讲 都已经有这个条件了 你还做不好 你还有什么指望 所以很多东西你如果懂了你就彻底放下 彻底改变 所以顿断 所有东西习气啊什么不是慢慢改 知道非就把它砍断 因为没有道理 那我们现在就常常说一方面又好像不对 一方面又要坚持就是要这个样子 那谁在坚持 没有没有第二个人 就习气的我在坚持 他已经习惯这样子 所以他不想改变 那个没有道理的 你能够让他不改变吗 那你做主是在做什么主 所以 当然 大家不要误会了 以为我在做主还是什么 我完全没有 我只做我自己的职 我绝不为谁做主 我只问我的本分 我该做什么 我不该做什么 我不会去承担你们的业力 我也没有能力承担你们的业力 甚至我也懒得劝你们怎么做 因为有时候自讨没去 因为有时候自讨没去 诚恳的去告诉他 他会觉得你 啰嗦啊 你讲这个只会讲不会做 那事实上 如果我们 常常会自我要求 没有人会去要求你 我们如果常常有在自我要求 不会不饶别人来要求你 那反过来讲 如果别人来要求我们 这时候我们可以检讨一下 师父我哪边做得不如你的意 你都可以直接呛白 我直接呛白 就是说你要我这样做 那你师父觉得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好 那我尽量把它做好 这样其实就会很棒 而不是一来就马上对起来 你现在有所要求的时候 你马上对起来 马上抗拒 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佛菩萨 他很慈悲想来饶瘾 马上被你赶走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相信 不要讲人本性 性本善性本恶 佛法不讲性本善 也不讲性本恶 佛法讲性本清净 那个才是性 只要有善有恶都是熏习 都是习气 都是若若分别以后的产物 而我们要追求的 要去证悟的 要去把握的是究竟的清净 你若能够掌握到这个 善跟恶都超越 你若掌握到这个 你若晓得你的性本净 你怎么会去做恶事 完全不相应 所以这个才究竟 这个也是佛法 跟世间法 跟一般的论理道德不共的地方 佛讲的就是最究竟的东西 最根本的东西 而不讲这些知识节节的 也不讲 因为没有那个工夫 没有那个闲工夫在那边打爪 所以 一样的我们如果说 好好的去理解的话 在这边讲常无常 其实是要把你 从常无常拉开 修行你就好好修就好了 你不要说我修了以后 到底常还是无常 那功德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个都还是着想 你就是做你该做的 依着你的自信作为引导 就依着你的本绝 绝照 当下不为我的去绝照 你要晓得 你该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做该做的 做能做的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该做 但是我们不能做 一方面是没有能力做 二方面是这时候不能做 这个人还是进一步 就因为你有智慧以后 就会升官因缘 不仅仅晓得 对还是不对 该不该做 进一步要检验 这时候的时机能不能做 他该做没做 比如说该讲真话 但这时候不能讲真话 这时候我默 闭着嘴巴就好 因为我一讲真话 可能伤人 可能因为我的讲真话 某些人就受伤了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讲真话了得 要智慧 要智慧 那智慧里面是蕴含的慈悲 你知道对还是不对 那你慈悲 你会站在对方去考虑 我该不该讲 这时候讲 这个都要进一步修 修到最后 你就拿这个身心来体验 来造作这些如理清净的业 这样那个功德才会越来越坚固 你如果不拿身心来体验 来行持 那其实都是空口说白话 没有任何的实证 实质的收拥 不会有 好 那这个作者无所作呢 那这个是佛说的 我们如果称他是作者 那他就不应该是一个 去做什么东西的 这个其实是要否定那个造物主 能够造一切的这种说法 我们用一个逻辑就好了 这个能造 如果是长 他造出来的东西 同性质嘛 是不是就应该长 怎么是一个长的东西 然后造出一个无常的东西 这一弄就打破 这根本就站不住脚 一个长的性质 怎么可以分化出无常的性质的分身出来 所以没有那个道理 所以当然 其他宗教怎么理解 那是他们的事 但是就以我学佛的 的认知来讲 说要我去相信那个 打死我都不可能相信 因为用我这个束缚的 逻辑推理都已经推不通 所以要我去相信那个 我不通 就一样 束缚来讲 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讲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但我们用束缚的一种反推 你都会发觉 那个其实只是画一个美景 让你产生耗耀 产生动力 然后去做一些 至少并以现在所做的 比较有意义 比较单纯的事 但是做那些 会不会达到他所说的那个境地 有没有那个境地 其实真的 只要用几个问题问一问 你就会发觉 不是那个样子 因为怎么讲都讲不通 怎么讲都讲不通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 说我只是用这个来带你进来 进来以后 因为这样的法门 慢慢可以找回你清净的心 慢慢的可以安住在你清净的心 那你清净的心就到处 通通是净土 因为一切都是从你清净的心所显现 还是从你污染颠倒的心所显现 我们现在因为用污染颠倒 所以看这个世界是五昨二世 看什么东西都是非一大堆 因为你又有是非的心在看 反过来讲我如果用无分 已经达到一心 一心就不分别了 无二 一就是无二的意思 达到那个无二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晓得 根本就是一 内外都是一 那既然内外就是一 你里面如果清净 外面就整个清净 没有内外的对立 我们现在就还找不到那个东西 还体验不到那个 所以那么半天都是妄想 那当然他也就利用你的妄想来阴导你 这也是佛菩萨全巧方便的地方 他知道你现在在这个程度里面 那他就这样子 让你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动力吧 但是从究竟的实相来讲 那个只是一个方便 那个绝对不是究竟 究竟 究竟 就是 什么时候究竟 回到 本体 才究竟 而回到本体 是同一个本体 才究竟 不是我回我的本体 你回你的本体 只要还有我跟你的差别 那个都不究竟 都是相对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你该怎么修 修不断的都射六根 不断的让这个觉知力 不再往外攀岩 然后慢慢把这种力量凝聚在一起 你慢慢就会体验到 因为你已经有体验到 收望心 收放心 就把这些往外攀岩的心 收回来了 你慢慢可以体验到 这一个心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是用一个乱心 想去猜 想去找那个东西 其实没有 就不断的看到你的忘心 知道它错了 离开 知非吉利 知忘吉利 没有忘可得 没有任何一个忘 那就是死 这时候是你的真心 所以你的真心 真正的真心 一定在如如不动 又明明了了的里面 只要动 就不安 就是找动 那时候不可能真正的明明了了 那反过来讲 当然我们现在是用 比较稳定的知识来达到那个不动 但是你若真懂的话 那哪有什么动不动 动它也不动 是外面的连起在动 外面的假象在动 里面那个怎么会动 所以你若坐上坐得好 行禅行得好 睡觉睡得好 慢慢的你就掌握到 行处坐握 多事 一样 那东西从来没有改变 那真我不会因缘起而改变 假我才会随着缘起而改变 因为假我是活在缘起无常里面 活在相对的着相里面 而那真我根本就无关 而且无暗 完全没有障碍 对所有的敬 完全没有障碍 好 所以 所以我们说如来的 事故如来的常 不是我们一般或者外道 或者你理解的那个常 所以我们说如来的常 非常 你说它常 但它不是真的常 不是我们理解的常 或者定义里面的那个常 因为它不是被造作出来的 或者非做的常 不是我们定义给那个作者 作者就是造物者 不是造物者那个常 所以你若把如来说它是常 就落到了如来就是造物者 这是有过失的 这不如法的 如来的常 不是这个常 不是造物者的常 不是创造一切的常 而是那个回到了本体 不依缘起 而回到了真正的如来 应供正编真实 回到了自觉甚至 已经把本觉圆满的现前 那本觉 不是无中生有的 而是本来就有 不是从五屋里面生出来的有 也不是缘起的有 本来有就不需要靠缘起 那这个当然讲不通 怎么讲你都不可能理解 所以为什么说 只要是起心动念 只要落到言语里面要去描述它 怎么描述你都不能真正理解 但是我们真正去实修 好好去依法奉行去做的话 你会越来越亲切 越来越知道真有这个东西 那个释迦佛绝对没有骗我们 而他讲的是真的话 那我们现在常常是 连佛讲的话你都不相信 导致别人乱讲的话 你还特别在意 还特别相信 就听得很牙啪啪 把它当真在听 到我这边我都 真的 根本就听不下去 如果来我这边讲是非 我根本就听不下去 我可能也会应付你 但是完全听不下去 相应不了 讲不好听 就我里面已经没那块 怎么可能跟你相应 所以不要在我这边谈是非 到我这边没有是非可谈 你一定要知道 不要来我这边谈是非 不要污染我 不要把我拉下去 这个不是不慈悲 而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慈悲 你如果落在那个是非里面打转 那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解决自己的烦恼 就放下是非 就没烦恼了 不要在是非里面要去找是 有是就有非 而是你用一个不如理的念头 根本就找不到是 再讲清楚一点 好话谁都会承认 谁都愿意承认是他说的 坏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是他说的 尤其这句话出去 如果已经产生很大的扰动不安 那你更不会承认 人家说你说的 人家说你说的 你说我也听人家说的 然后人家说到底是谁说 我不能把他挤出来 这样对他 对他 没交代了 不然你就说我说的就好了 诶 诶 明明是你讲的 明明是你讲的 但你要推一个让自己有一个下来阶 所以不会 不会 那个不会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那妄想生出来的妄语 怎么可以找到主人 怎么可以找到真相 所以这个赶快跳开 你就不会那么多的烦恼很复杂 越想越生气 我一定要弄清楚 一定要真个是非 是就是 非就非 好像自己很有是非观念 我还是要指责你 你就是一个是非人 一天到晚没事 没事就专搞是非 只有这样天下才会慢慢没事 因为庸人少了以后 这个世界就会有点智慧 如果庸人多了 就一天到晚生是非的 搞是非的 那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错乱 越来越不安 你要让这个世界安定 先把你的心安下来 只有这个才是你的正行 我们先把我们的心给安顿下来 世界就因为我少了我这份扰动 它会少乱一点 如果你加入去乱 你只是乱源的真相 你即使不是乱源 也是参与乱源的 只会乱上加乱 所以我这些真的是打从心里面讲的话 因为修了几十年 也在这边好几年 但是好像不断的在演同样的戏 怎么演都演不过去 翻虚翻白了 这白虚 常常都演好戏都看不错 那说实在的 真的我们好好去看 看着我们的身心 你会觉得我们自己里面真的 还有很多有待开发 而且它是真正有价值的 需要去用心开发的 不要再被外境扰动 不要被外境扰动 真的 当你心急静下来的时候 外面山灾疤难 扰动不了你 何况是一点点声音 一点点风吹草动 还是人我是非 根本扰动不了你 所以还是赶快去做有用的功夫 然后建立一些真正有用的知见 而不是把它拿来当学问 那个收拾不保 学了以后果然可以用 果然可以用得很舒服 那这时候你对自己也会感恩 对法也会感恩 对佛更感恩 对依法奉行的身 你一样就会懂得感恩 那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不晓得去降服你的狂心 你对佛法也没信心 对佛也没有敬意 那对这些出家众也收受 你也觉得他们没什么 他也没有比你好 甚至你懂得他们都不懂 如果用这种心来的话 你没有指望 我们这一条路上没有指望 那明明比你好 你都把它看成他根本没什么 我们再讲透白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老师傅 就年纪比较大的 在这边待了比较久的 甚至在讲 比如林仙佩 他是一个出生不是很OK的 但是我们去看一看 他们能够做的 你做的来做不来 他们能够老老实实的一天过一天 做他分内该做的事 你做的来做不来 如果你做不来 你凭什么讲什么话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 多一点点自我检讨 就不会去检讨别人 如果老是检讨别人 就不会检讨自己 自己就不上进了 你就不能把自己真的在往上 如实的去提升 所以只要走在我们前面的 只要做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都应该打从心里面的感佩 赞叹 那如果能够这样子谦虚的多看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 每一个人都可敬 反过来讲 如果一直停留在人我是非里面 那你会即使到极乐世界 你还会吵着要离开 因为很明显的 如果在那边真的每一个都在念佛 连那个鸟也在念佛 连那个风吹风铃出来也是念佛 那这时候你如果念不下去 一念烦你就想走开 这么无聊 所有声音都是佛号 那有什么好听的 但是说实在 所有音声里面佛的声音 佛的声音是什么 就是绝的声音 那个声音里面的窗 就充满的绝的能量 那里进来一定是很舒服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念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觉得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你一听就很舒服的声音 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什么曲调 这是我的理解 在闭关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时候 这就静静的 就好像有传来什么旋律 而且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我有一些旋律是这样写的 好像就那个旋律一直在那边 虫物可能是从我脑里面生出来的 但是它会化成好像是外面来的声音 那个声音一般都会很漂亮 就很耐听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全部都是由你的心所生 那问题是清静的心 还是无名的心 习气颠倒的心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自己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说这个都搞不清楚 然后说要修 根本就没有根据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还是 当然我们研究了一个最难研究的经 其实是要真正的把我们那是非分别的心 有信心而且有道理 把它直接拿掉 你漏到分别诗意里面去 不管你讲的对还是不对 你说好 我们现在来讲 如来应供正辩制是常 当然你会很爽 我只要修到那边就永远不退 永远不退转 永远就那个境界就保持住了 你保持住什么境界 我们就拿佛当例子 佛从三十五岁开悟一直到八十岁往生 它哪一天不是不一样 哪一天都不一样 走到处 走到哪边 就停留到哪边 说法到哪边 从表象上来讲 它天天都不一样 不然不会讲那么多经 不会接引那么多重 但是反过来 它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一颗 完全绝躁自觉甚至 就保持住 那个东西不动 一切展现出来通通随缘 那一定要掌握到那个不变不动 你才能随缘 而我们现在是乱缘 跟着缘就飘走了 跟着缘就把你整掉了 那个完全做不了主 所以现在我们有机会 也有条件好好来掌握住我们那个 比较稳定清静的心 这个很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 从你的嘴巴说出批评的话 说出不满的话 千万不要 因为那个其实已经 你有勇气说出来 已经在里面已经煎熬 已经翻滚多久了 那在你的八四天里面 已经污染多长的时间 你没有绝躁到吗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大的错误 要再往里面一点点 只要心里面开始 对哪一件事情不满 对哪一个人不满 这时候你就要赶快忏悔 你对你满意吗 你先对你满意再说吧 不要对别人不满 他又不是你 他管你满意不满意 他又不是为你而活 他为什么要让你满意 所以还是回来 我多一点点自我觉醒的人 那我们这边就有很多抉择 因为这些在这边的人 都是带着绝 带着绝 越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绝的团体 那不觉得不如理的慢慢就被呈现出来 就被呈现出来 而不是我们去把它推出来 而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就好像说我们要看这里面有多脏多乱 那就每一个人就都带一把 现在都有那个LED 进来就可以马上打开的 不然手机也可以 十个进来都开着灯 这里面就很亮了 我们不需要去说它怎么样 只要静静地开着 就保持绝躁就好 不需要说它什么 慢慢地 如果能够这样子 其实那只负面的或者不对的力量 慢慢就会被看破看穿 他自然就使不上力 比如说 好 你现在要来跟我说是非 你也会发觉使不上力 这么讲半天我好像没什么反应 讲出来可能都是几句安慰的话 就这样子 因为我不能随你起舞 我说你对也不是 说你不对也不是 我要怎么开口 那最好我就不讲话 说对也 你明明在无名里面 我还能鼓励你这样对吗 他说你说的完全不对 那我根本不能说你对 但是你既然会来跟我说 我不能说你不对 如果说你不对 你更生气 连我要跟他诉苦的人 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天底下真的没有智慧的人 这个世界真的五着二世 慢慢地 我是觉得 改造这个社会 当然就要由自己改造起来 那我们不要要求别人能怎么样 我们只能自我要求 那同志一多人 有自我要求的人一多人 这个社会就会很棒 这个道场就会很棒 就这个样子 希望古元寺有更新更光明 更有活力的一天 当然现在也很好啊 在这里面这么光明 大家这么寂静 只有我在那边吹牛 但是 这种人如果多了 我相信就更有法力 也就更有道风 人家都会希望来 反过来讲 如果人家来就开始听到一些是非 那你为什么要在古元寺呢 千万古元寺的是非 千万不要从你的嘴巴讲出来 外面人家怎么传怎么讲 他的事 他们自己负责 那千万不要透过你的嘴巴 来讲古元寺的人事的是非 人事物的是非 千万不要 因为这样的话 违背你的三昧耶 违背你清净的戒体 更违背你的佛性 我希望我今天肯切地讲了以后 这个歪风 可以慢慢地拿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